位在和平岛阿拉宝湾沿岸目前堆积了很多的漂流木 因此交理处今天再次请到了军方和环保局的清洁队员 再次前往现场清理 市长张通龙也亲自到现场来感谢大家的辛劳 由于车辆进不去 因此来自陆军的军事官兵推着沉重的漂流木步行 或是用小推车从和平岛阿拉宝湾后线沿岸 走了200公尺左右的小步道才能丢到环保局清洁队回收车辆里面 由于随着洋流一路漂到阿拉宝湾堆积的漂流木实在太多 因此市政府交通旅游处特地在商请陆军第六军团官部指挥部 总共派出70位左右的男女军事官兵 以及环保局清洁队人员和车辆协助再次清理漂流木 在环保局长江山新以及交通旅游处副处长王英哲等人陪同下 市长张通龙也亲自到现场致赠矿泉水慰问感谢 在10月份我们清过一次 那我们今天又请我们基部议员出动了20位阿兵哥 基部议员出动了50位阿兵哥 总共有70位官兵有我们这个胡科长以及环胡导长一起在现场 带着我们70位的官兵一起来协助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漂流木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漂流木再由环保局带回去做我们二手加工的佳祭 我们再来记住我们金融市的贫困的家庭需要的 然后剩余的我们就来做拍卖的工作 每年都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节鱼款 这表示我们这个金爱民啊 我们这个精神非常了不起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每天也就是另一整个 阿兵 am 如果备判 segments